德国议会今天投票结果显示 523名联邦议员赞成 85人投票反对 三人齐全 分析人士认为 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 且援助行动最大出资国 德国对EFSF修正案的放行 意味着欧元区在化解欧债危机的努力中 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截至今天 欧元区17个成员过中 已经有11国通过了EFSF修正案 此外 来自欧盟委员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三方代表团 于今天重返希腊 评估该国财政紧缩和经济改革工作 评估结果将决定希腊能否获得下笔援金 在希腊 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罢工游行抗议不断 导致该国政治经济局势愈发风雨飘摇 据报道 老希腊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领导的 社会运动党的支持率 已比在野党的保守党低6.8% 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沙发生的支持是除了 受理发生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的 叙迪 受理发生的支持